心情就是出乎我們這次負責委 很感激在西邊 很多選民居然會站出來去支持 我和這個群組起點是很低的 我們一到月之前拿著十多月十萬 我們只有幾個人 我們民國是百分之百 我們一步一步去爬上來 我們相信在沿耳山的運動之後 香港的民主運動是合作了 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低潮 很多香港人和年輕人都看不出口 所以我會見到很多 我會見到很多 十萬人 很多希望 我希望可以用這個水果 希望的政治帶回香港市民 而在過程中關鍵的就是我把我的選舉開放出來 我其實有的一個綱領就是只有八個字 就是民主自決成鄉共生 這八個字好像一個招牌一樣 擺在我的胸口前面 然後就有很多跟我相似的想法 或者認同我們香港應該有一個新的 民主運動路線的朋友 香港市民 就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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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裡面 最有活力 最有創造力 最團結的團隊 是他們令到 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是他們令到更加多的香港市民看到希望 所以感受就是 我想很多香港人其實是 是在經歷了可能長期的 長達兩年的政治低潮之後 很希望在今次的立法會選舉裡面 他們重新找到希望 而我很榮幸 我成為了他們可以寄託他們希望的地方 而我也都會很努力地去擔起這個淡子 去跟我的團隊 跟我們在新界西 支持我們的人一起 去組成一個在未來的四年 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的 新界西的團隊 希望我們主張的民主自決 承鄉共生的路線 可以一步一步走出來 還有希望我提出的民主改革鄉議局 挑戰官商鄉黑的勾結 這些工作真的可以放在立法會裡面 我們真正能夠為新界和整個香港帶來改變 香港不再要好像周詠勤面對的政治暴力 我們不要政治暴力 所以我們要自己走出來去做這個突破 其實你這次高票當選 但結果在新界西那裏 就有另外一些民主派的朋友 雖然都有一定的票數 但結果就拿不到議席 現在形勢應該會是四五之比 其實會不會是一個可惜 你當初沒有去分票出來 現在事後講會不會其實覺得 有這方面的消息 現在我相信李卓人議員應該是第十 人哥是我非常之尊敬的一個民主運動的組織者 我是很希望很希望他能夠進入立法會的 我作為一個獨立的候選人 好像剛才我跟大家所說 我的起點是很低的 我的團隊是很小的 在我這樣的條件下 我能夠做的就是盡量去發揮 我自己能夠發揮到的地方 去建立一個從下而上的選舉工程 而將這個選舉工程走到去 盡力走到去 選舉的最後一天 這個就是我能夠做到的事情 亦都是我對我的團隊 和對新界西的選民 能夠做到的事情 你是一個溫和的本土派 你提升民主自決 能否覺得今次這麼多選民投票給你 是代表他們不喜歡其他激進本土派 用一種激進的路線 甚至提升港獨 我認為我是被稱為左膠的 其實長期都是 我認為左膠或者本土這些標籤已經是過時了 已經是不足以準確地去反映 在雨傘運動之後 我們要突破831人大框架 我們要突破過去30年的 那種跟著北京給我們的路線圖 那種的民主運動 我們有新的泛式出現 這個新的泛式 我叫它 我稱呼它 叫做一個民主自決的路線 我是一個民主自決路線的一個倡議者 而很深信今次的選舉也是 有很多跟我一起主張民主自決路線的候選人 是會當選 我相信民主自決路線將會 是在立法會裡面 非建制的陣營裡面去逐漸壯大 逐漸去成為我們立法會裡面最大的一個陣營 這個就是香港的政治 當我們經歷了由2005年6年 社民連創黨之後 我們主流的民主派 慢慢去有一個合九必分的長期的過程之後 去到這一刻這個立法會選舉 我認為我們經過了這個泛式的轉移之後 我們將會進入一個分九必合的階段 我們要有一個新的共同的綱領 我們這個新的共同綱領 就是一個民主自決路線 香港人是有權用民主方式去決定我們的政治前途 這個路線將會成為這個分九必合的香港政治形勢的大趨勢 這個是我的信念 我亦都會盡我的力量在立法會裡面去推動這件事情去發生 你和我的團隊都很驚訝 其實我們有很低的發展 其實我們有很低的開始 我只是在我身上 一個月之前 只有200,000 Hong Kong dollars 在我們手上 和1,000萬人的活動 我們相信 我相信 那些民主黨的活動 應該有一個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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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開啟了我的 我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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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個 一個新的發展 所以 我們現在 現在 我們有收集到 800,000 Hong Kong dollars 在我們的選票 我們有超過300,000人 跟我們 跟我們 我昨天 我認為 我認為 香港人們 相信 我們需要 一個改革的改革 在我們的 民主動動 我們不必須 正確定 基本法 但我們必須 開啟了 我們要找到 其他人 為香港人 選擇 其他人 為香港人 決定的未來 在一個民主的方式 第二個 我認為 我是 一個 政治的活動 動作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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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 有深刻 大影響 由香港人 主動的 公共 我們 這次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然後響伊曲 立刻立刻改變 你自己評估選票票數 如何利用出議會 還有第二 想問 進議會首要抗爭的議會 還有你剛才說到民主自決無線 日後和其他政黨的合作是否存在一個空間 對不起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原先是估計會有選情 OK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沒有選過立法會 我選過兩次區議會 我的團隊很小 一開始我一直去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我們可以拿到多少票的 我們從來都不會計 因為我們是沒有所謂裝腳的 我們是沒有區議員的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我們只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盡力去將我們希望 我們做的這種新的組織的模式 就是香港人其實不只是想投票的 他不只是想參與遊行的 其實他想在令到香港的政治 能夠找到新的突破 這個道路上面有更大的參與 而我這個選舉就是提供了一個機會 給這些有心人 那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開放這個選舉 就是盡量給大家有大的投入 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拿多少票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可以拿現在多少票 7萬票 我們不知道可以拿7萬票 當然7萬票是叫做高 我當然知道 因為2012年的時候 公民黨就是拿這個數字的 但是我們是不知道我們可以拿多少票的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又忘了 對不起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入議會首要的見面 是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我為什麼可以當選呢 我認為除了我 是提供了一個不同的一個 民主運動的路線 就是民主自決的路線 以及民主改革向議局結束 官商鄉黑的勾結 其實在這個選舉論壇裏面 是我勝利的關鍵來的 其中一個關鍵來的 在這個選舉論壇裏面 其實我很想香港人能夠去看到 我在新界這麼多年裏面看到的事情 我在新界這麼多年裏面看到的事情 我在新界這麼多年裏面看到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想保護香港的環境 我想香港重新有農業的話 我就要打破現在的官商鄉黑的勾結 我就要民主改革向議局 這個議題不僅是新界的議題 Sorry 不僅是新界的議題 也不僅是鄉村的議題 因為這種勾結已經令到政治暴力 在梁振英上台之後逐步地蔓延到全香港 所以我在立法會 進入立法會之後 第一件事我希望想做的 就是將民主改革鄉議局這個題目 打破官商鄉黑勾結這個議題 帶到立法會 我們的立法會有鄉議局的功能組別的議員 劉業強 我是會挑戰它 到底它憑什麼 是可以代表我們新界 住在新界的鄉民 到底為什麼我們的新界的鄉民 我們新界的代議政治 要被一幫土豪 要被一幫有錢人 用一種不民主的方式去控制了 這是我第一件事要在立法會裏面做的 第三是什麼 不好意思 主張的民主 OK OK Sorry Sorry 民主自決的路線大家會見到 其實這次立法會選舉 起碼有眾志的羅冠聰 和九龍西的劉小麗 都是和我一起有同樣的主張的 所以在未來 如果他們能夠當選的話 我一定會和他們一起去走這條路 我都很希望 因為民主自決的路線的精神 就是它一個開放選項的路線 我們由 我記得幾個月之前 有凡民主派的年青的朋友 他講一個內部自決 講一個香港前途自決文 講要修改基本化的條文 令到我們能夠實現到香港的內部自決 到了有朋友 是主張港獨 其實對我來說 這些的選項 都是都是 香港人能夠自決前途的時候 能夠擺上眼前的選項 香港人是 在三十年之前 我們沒有機會 我們被人擺上桌 我們被北京和倫敦擺上桌 幫我們去決定香港人的前途 三十年我們已經驗證了 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這條路是沒有辦法讓我們香港人 有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是沒有辦法讓人通的 所以當我們要走新的路的時候 我們不要忘記三十年之前 我們被人出賣的那個狀況 我們現在要拿回的就是 我們在這個眾多選項的前面 我們要有我們民主的方式去決定前途的機會 所以所有去支持這個香港人有權去決定 我們未來的朋友 都是我認為自決路線的朋友 我認為這個路線將會是 我們新的非建制派的繁息 希望它成為我們非建制派裏面最大的力量 譬如你說你會帶來改變 那你進了議會之後 譬如香港人其實現在對立法會很難 那你進去之後 你究竟會做到些什麼 是我們現在在立法會上未見到的 第一就是 立法會其實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所以要它說立法會可以做到些什麼 其實都是在問我們香港的民主運動 還可以怎樣由現在的低潮那裡 重新去起步 重新有一個累積能量的方向 我在過去幾個月做這個選舉 就是想做一個實驗去告訴香港人 我們聽一個選舉 一個西亞西的選舉 它是可以透過一種 我提出的一個 從下而上的組織方法 我們在不同的社區 都可以建立一個強大的團隊 這個團隊它有基層的市民 它也都有中產的朋友 甚至可能有一些比較富裕的朋友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新的組織的模式下 我們網上和在實際的社區裡面 我們重新建立到我們的能量 這個選舉的過程其實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很希望去帶給香港的 不只是帶給立法會 是帶給香港的民主運動的 那對於在立法會裡面 在立法會裡面本身 我朱海敵可以帶出什麼出來呢 我想是有兩個部份的 第一個部份是 我希望可以將過去一些沒有成為主流的題目 但是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題目 可以帶到立法會裡面 我的八個字的綱領是民主自決成鄉共生 成鄉共生這個題目 是這麼多屆立法會選舉裡面 或者這麼多屆立法會裡面 其實都沒有候選人或者沒有議員 是真正很重視的 我想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 環境運動的組織者 是成為立法會議員的 所以我很希望將環境的議題 是成為立法會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希望香港人都因為我的出現 可以更加重視這個題目 第二同樣都是 新界鄉議局的民主化 新界鄉交政治的問題 鄉議局條例的修訂 村代表條例的修訂 官商鄉黑勾結的打破 都是我很希望 由一個本來香港人不知道的狀況 成為立法會一個議題 第二個我在立法會我想 我是做新聞出身的 和大家一樣 我是很喜歡做調查報道的 我很希望我作為一個記者的這個身份 我很喜歡做調查報道的這個癖號 能夠去幫香港人 能夠幫香港人去 在這個立法會找到最多的資訊 我們能夠做到最多的深入的調查 令到我們能夠揭發更加多的官商鄉黑的勾結 能夠揭發更加多保皇黨建制派的議員 和它背後的力量到底是怎樣在控制著我們香港 和他們怎樣是一個既得利益的集團的一部分 我作為這個記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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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既是記者 亦都是一個議員 最後我記得立法會 有個台灣的朋友跟我講過 他說為何你們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不再去問為何我們的香港立法會 他說他們在台灣的時候 他們一個很重大的社會運動 政治運動的推動力 就是寫法例 雖然他們都是過不了的 但是他們會透過寫法例去推動政治運動 推動社會運動 我都很希望我在得到不同的法律界的朋友的幫忙下 我可以開一個寫法例 修訂法例的一個政治運動 社會運動的路線 希望可以把這個路線帶給大家 令到香港人去明白香港的政治制度 不單止我們沒有雙普選 不單止我們沒有辦法民主自決我們的前途 亦都是我們有很多由殖民地延續下來的體制 很多是北京閹割了我們的政治權力 我們立法會應有的權力 我們都應該拿回來 我答完了 有沒有其他問題 整個選戰最想多謝誰 我最想多謝我太太 如果可以多謝的話 可以多謝我的女兒 那因為 其實她 其實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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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团队在几个月前跟我说过 在几个月前我已经很想将我在新界见到的官商向黑勾结的问题 可以在这个立法会选举里面提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才知道的 其他的参选人是不会知道的 说不到这个问题出来的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香港人一定要知道的 否则我们香港会陷入了政治暴力的船窝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又很明白 如果我在这个选举里面公开讲这个题目 不单止我个人会面对政治暴力的威胁 我的家人也可能会面对政治暴力的威胁 我就跟我的家人去说 我问我的太太 我这样豁出去 她会不会支持我呢 她都不用说什么话 她就是对我 她认为我在香港 今时今日的香港 是有一个使命的 我们做香港人 我们要有承担 我们不只是看我们自己 所以很感激我的太太 所以很感激我的太太 虽然我的女儿未明白 我都很感激她 因为她将要承受很多的压力 希望她明白她的爸爸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我们香港的未来 你的爸爸一定不会怕那些 恶势力 我站出来 就是要召唤香港人 召唤新界的村民 我们不要再怕那些恶势力 我们要站出来 我们才能够为我们香港 带来新的出路 阿弟 你讲到军园的时候 你那么感触 落泪 其实你的眼泪是代表什么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情绪 现在选择会不会说到 打压或者抵抗 压力 是 我的眼泪是因为 其实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很为我的家人 或者我很为我们香港的未来 我们现在还要从政的人 和我们将会从政的人的家人的未来去担心 香港将要陷入的是一个政治暴力的船祸 可能不单只是恐吓 可能我们会被人襲击 可能我们会被人暗杀 这些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 对我来说我个人 其实真的我想 在十年之前 其实我已经知道 站出来是要无畏无惧 其实我在十几年前 我都是一个 是在中东做新闻的记者 来的 其实我老婆呢 她可能担心我去中东做采访 很多个担心我在香港的 因为在阿富汗 可能我会被人绑架了 如果我现在还在做战地记者 还是在做记者的话 可能我已经在敘利亚死了 可能 比较之下 可能现在 留在香港面对政治暴力 可能 对她来说反而是一个 好一点的 好一点的选择都未定 但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 我为了香港的未来 感觉到很忧虑 但是 哭完之后 我们就要 站稳我们的阵脚 有信心地 跟香港人一起去做 这个都是我对于 所有投票的香港人的承诺 但是我需要大家的支持 正如我这个选举 都是有团队一起去做 我们才能走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 我们要挑战 香港的官商 乡黑的勾结 我们要 民主改革 香港 我们要为香港 带来一个民主秩序的前途 是不可能 不可能 只是靠拉布 不可能 只是靠 我们 几十人 甚至几百人的力量 去做得到 所以 眼泪是这样流 也是这样干 但 刚才有个问题就是问 有没有人在之前有什么具体的威胁呢 其实那个威胁是很迷身的 因为我发觉 其实我今早 在我家出门口的时候 已经有一辆白色的私家车等着我 那个白色的私家车里面坐的人 其实是元朗的乡身恶势力来的 是他们派一个人来 他知道我住哪里 已经在我出门口的时候等着我 所以我在香港可以躲去哪里 我可以搬去哪里 我可以搬去哪里 我不知道可以搬去哪里 所以我不会搬的了 我不会搬 而我想那个问题很具体的 可能是很高的 好像林荣基那样 香港有些很高层次的 中央专案组的政治暴力恐吓 那些高层次的 我现在那些是低层次的 是 是香港那些 新界的恶势力 而已 但是你想想 其实现在香港是不同层次的政治暴力 在这儿蔓延着 所以 威胁恐吓的 很具体 是曾经在出现我身上的 所以你说这个是元朗香辛的差 那就是说 你知道谁是香辛的 那你会不会说他的名字 我知道 但是 我知道 我知道是元朗香辛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的名字 但是 我是 相信 我是因为 我是因为 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因为我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我提出官商香黑的勾结 所以 而 这一个 议题 是已经得罪了人 但是你不知道他哪个名字 你又怎么知道他是元朗的香辛呢 我不知道他是元朗的香辛 因为有人跟我说 跟我说的人 他没有说是哪个元朗的香辛来的 他除了等你他有没有做到些什么 他是跟着你来Expo 还是怎么样 他是由今早等我 等到去 等到去 跟着我去了元朗 跟着我在元朗有第一个街站 在元朗第一个街站 的时候我发觉有两架私家车 跟着我有一架就是由早上7点跟到我去 10点多的 有第二架就是新来的 而有一架我就报警 跟着警察帮我按住那架车 警察帮我按住那架车 第二架车就是 今天帮我开车的朋友 他很厉害 他撇掉了那架车 撇掉了那架车 那两架车 我们之后就去了荃湾 之后就好像没有做人跟 但我想那个跟 其实我想今天 我想要他对我 去发出一些讯息的人 其实可能他不是真的想今天打我 不是想今天斩我 而是他想告诉我 我知道你住哪里 我可以在 我可以随时在你家里等你 他想给这个讯息 这个想令到我恐惧 sorry 先取消 has anyone post any friends to you throughout the whole connection the communication who do you think they are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abuse them I received one telephone call in May i it was from a village representative that I that I know and he told me if I continue to follow up the issue of the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in Wangchao of Yunlong then after 4th of September people will come after me and attack me and attack me that is the one and only one clear threat to me in this few months i forgot your second question who do you think they were from I think there were some village head who have vested interest in the issue and what I want to tell them is I have said in all the election forum I will challenge the collusion of trial society and village heads and I will challenge it without any fear so I hope Hong kong people will stand up together stand with me to fight for political violence any political violence and any political threat will will 報警 和要求人生保護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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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昨天已經 走去報警和 在選舉會投訴了 那究竟你覺得你是安全了 還是緊張 有朋友在選舉之前就跟我說 如果我贏了的話 我是會安全了的 但是呢 又有另一個朋友 他自己都被人斬過的 他跟我說 就算你選到都會被人斬的 所以我評估不到我現在選了之後是 不安全了還是安全了 但是我想香港人是不會接受這種政治暴力的 可以見到 我來不見到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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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